而这次再来看近来受到了AI产业的蓬勃发展 不少科技厂传出了裁员的浪潮 而且只要传出一家 后头几乎就紧接着有抄袭式的裁员模式出现 全球根据统计有确定发出声明 累计达到12万人被裁撤 网站上的履历如雪片般飞来 猎材团队得要一一检视 帮忙媒合企业找到适合人才 通常猎人头都是在寻找高阶主管 只是近来全球掀起裁员潮 似乎让不少人人心惶惶 以前从去年大概三月份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Meta 这种Amazon这种大型跨国企业 我们都想说好不容易加入 怎么会收到裁员这件事情 但是现在这几年回归的一个产业 其实每一年度大型企业 他们其实都会进行一些所谓的 组织团队或是一些 未来的一些产业的一些方向 做一些评比规划 那公司某一个层面 他预计要执行就是A方案 可是发现花了钱烧了钱 一两年产品研发不出来 或是一直无法量产 那其实公司内部 就会做一个衡量评估 那就会所谓的缩边动作 或是整个部门不见 确实近来的消息不断传出 根据国外追踪网站 针对了科技公司统计 2024年裁员人数来到了12万4千人 甚至也影响到了台湾的分公司 或是其他产业 有对外证实这样的消息 包括了新加坡的现金回馈平台 美国电动车新创公司 思科计划 甚至是Google母公司 亚马逊都是在这一波其中之一 专家就直指美国企业 只是抄袭式裁员 因为消息一出 还能让股价上涨 只是掀起裁员潮后 这些员工何去何从 不少人更直指会被裁员的 大多是公司的胜菜 某种程度他当时可以加入这样大型企业 他的经验背景能力许可是被认同的 所以他才有办法被这些跨国性 全球性集团邀请 但是只是因为当时的一个产业状况 整个经营模式 产业的发展 他可能必须要被迫离开 这样子的一个职能 那你看着周围的同事 一直被裁的状态下 其实心里都不是很好受 那能力比较好的人呢 他可能就会直接去找下家 最好的结局 其实就是当你还没有转换到 下一家公司的时候呢 公司又发了一次 就发了一批新的 就是参与名单 刚好又有你 那可能是最好的结局 虽然公司体质重整 或是发展需求改变 总是会有这样的计划出现 国外的相关产业 对于You are fired 这一句不是很有礼貌的句子 早就死以为常 再加上生成是AI新起 尤其当很多机器人 可以取代时 工作因此就不保了吗 AI从以往的模仿 到现今拥有创造性 部分产业员工确实都认为 自己会被取代 甚至有750名企业领袖 在调查报告中表示 有37%认为这项技术出现 确实能解决不少人力需求 因此有44%的领袖认为 2024会出现柴源潮 就是跟AI有关 第三波的深度学习的这一个部分的话 它可能会取代比较乳听的 就是常规型的 其实慢慢包括大学的老师 也有鼓励学生去用一些 CHOPGP来整理资料 那我们研究机构 也慢慢开始使用这些 它整理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正确 就是我们包括研究人员 或是一些我们的学 那个老师或学生 那可能要具备判断真伪的能力 反而就是说你要比AI要更强一点 CHOPGPT就曾经回答过相关问题 作为一个AI语言模型 不是为了取代人类 而是要强化提升人类的能力 科技的眼镜 对于就业市场影响 就看你如何运用以及适应 并被一昧地认为 它会取代你 而去讨厌它的存在 TVB的新闻 陈寅仁 王华林谢伦 台北采访报道 继续再来看下半年 各大厂陆续推出新款的智慧型手机 而在苹果的iPhone16发表之后 竞争热度也持续增稳 迅烂夺目的商标换装 宣告苹果秋季闪耀时刻到来 相对于旗下Apple Watch 和AirPods的常规更新 新一代iPhone仍然稳居市场焦点 过去只有旗舰机种才有 包含AI 包含高速USB 还有包含像是微距功能 今年在非Pro的机型都也补上 Pro部分的话主要还是在 就是更强 更大 更快这几点上 然后首先就是这样窄边框 带来就是萤幕的尺寸的提升 如果你对像拍照 录影 有这样子兴趣的使用者 消费者的话 那拍照能力 尤其录影能力 不能是更明显提高这样子 6.9寸萤幕系列史上最大 新增了实体相机按键 镜头变焦 幅度也提升 而A18和A18 Pro晶片 象征的运算效能 更是因应趋势所需 未来也会变成是 你去使用AI服务的 一个进入的一个界面 你可以想象的是 未来包括像是 整个在影像上面 它的优化跟以及 整个生成式图片的一个部分 都会去结合 它目前的一些相机 相关的一个功能 在电池的部分 因为这一次有 未来要需要支援一些 AI的一个功能 所以在电池的续航力 还是持续的一个提高 生成式AI布局 后发先制 苹果先观望 再优化了惯例操作 让智慧型手机 仍然维持上半年 跟处理器走 下半年跟着iPhone走的 推出太阳 其实现在手机市场 确实是进入一个 百家争名市场 比较饱和的一个阶段 那包括三星 华为 甚至其他的一些品牌 陆续的都在下半年 推出了新机 那我想主打的两个重点 不外乎就是 AI跟折叠机的一个部分 简单盘点 2024下半年 知名大厂推出新机重 包括三星 在7月推出的 Galaxy Z系列两款折叠机 Google Pixel 8 和苹果iPhone 16 中国大陆 Vivo X200 小米15和 Oppo 5XA 也纷纷出荣 而华为 也在这波热潮之中 打出全球首款 三折手机 竞争激烈 可见一斑 所以其实不只是iPhone 像是三星的Galaxy AI 以及中国的几个大厂 都有相信推出AI的手机 所以等于是把这个 深层式AI的浪潮 整个都推起来 所以我认为 大家要享受到 AI的时候 一定就势必得换机 所以在这一波 我想应该会由AI 深层式AI 来带东西换机槽 日前 在德国柏林 举行的IFA电子展 从手机到00种种各式家电 几乎样样紧扣AI 科技也预估 随着NPU处理器的普及 人工智能效率将大幅提升 也代表着AI 成为消费型电子产品的标配 态势逐渐成型 例如说我跟你讲 玩电话的时候 它可以帮你把电话的录音 做摘要 以往可能在做笔记的时候 会画一些草图 但是画一些草图的时候 觉得你要把它形成正式的笔记 时候会有一点太草率 所以它也有一个叫做 图压转成图像的功能 包含AI PC跟AI手机 它其实是一个基础的功能 那你未来没有AI 这个AI运算能力 那你如果只能透过网络 不能做端点的AI运算的话 那包含各个消费者的隐私 或是工人面来讲 很多都会被抛离这样子 因为价位还是摆在那里 所以目前还会是终结跟起见 但是我觉得入门机 迟早也会全面带到来 但是这股关注度 能否一比一转化为买器 分析师认为 现阶段只能算是后市看涨 原因不外乎AI服务 不分厂牌 人味全面开通 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现在的这个智慧手机市场来说 其实去年是经过了一个 比较相对低迷的 一个市场的一个情况 进入到今年 在整个终端库存 逐步的去化之后 其实一些换机的需求 已经逐步的一个浮现 AI的导入上面 目前其实才是一个初期的一个阶段 我想下半年来讲的话 不太容易催生出这个整个 所谓超级周期这样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热潮 那就现阶段来讲 我想消费者还是会从规格 和他整体的一个服务体验 来考虑他是不是需要换机 现在人生的少 所以教育上更花钱了 那么以低标来说 一个小孩要花三百八十万 如果要富洋的话 要超过一千万 谈在养育双宝的心得 上班族詹先生满满心得有感 只能两个男孩 一个五岁一个两岁 都将开始教育生涯 要花费的项目当然也不少 跟太太都是上班族 双新家庭支付家里开销 因为光是大儿子私立幼儿园费用 一个月就要两万 这还不算上之后 要学的才艺跟技能班 接下来要满三岁的次子 也将开始幼儿园生活 目前可能跟随哥哥脚步读私幼 两个小孩一个月光 基本学费至少就四万多元 对于一般家庭来说 是比不小负担 像我儿子可能会对舞蹈有兴趣 或者是以后他可能 想要读树梨类的 他可能都要补习 那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费用 光教育的话 我预想如果两个小孩 都同时就读的状况下 又加上有培养才艺 至少我觉得一个月五万跑不掉 到底一个小孩基本教育费要多少 根据保存人寿数据显示 每一位子女的教育准备金 平均需要四百八十一万元 换言之 若像詹先生两个小孩 平均就要九百六十二万 若以主计总处 二零二三年数据比较 国人平均月薪总薪资五万八千五百四十五元 一年不包含年终奖金是七十万两千五百四十元 夫妻双薪就是一百四十万五千零八十元 等于夫妻如果要存到九百六十二万 至少得要六七年不吃不喝才有办法 包含就是比如说学费是最基本的 那如果说像才艺培养 然后或者是做单纯教育的方面 那可能还要学一些可能才艺啊音乐啊 因为像我老婆是音乐系的 有可能小孩想学打鼓 那其实这都是个费用 然后再加上你可能有一些耗材 像乐器可能是鼓啊那些的 一组可能就一万五起跳 家庭的教育经费支出呢 常常占有家庭开支一定的比重 尤其近年来无论是为了要支持孩子 他做性向啊还有生涯发展的探索 还有国际教育旅行 还有这个服务学习等等 这个支出相对提高的情况下 也把教育经费呢 往上堆叠到一个更高的比重 两个教育子女 不单只有账面上这些数字 其中还有大大小小的教育开销 包含才艺班课程或者教材费用 线上互动学习等等 都是一笔不少费用 而对于上班族来说 除了花钱之外 下班回家还得陪孩子一同学习 说付出的教育成本 可不是只有钞票而已 那他又要在哪一个领域 好好的投入 寻求不同目标的发展呢 如果这些问题 他没有清楚的想法的话 那孩子就不会在这个学习当中 有具体的作为的方向和目标 也在这些戳头当中 最后也只能够逐渐沉溺在逃避现实的状况下 教育基金的确不能少 各家庭也会试能力给予孩子不同资源 专家表示避免给孩子过多的比较心态 同时也要观察孩子学习 不是贪多 而是要儿女真的有兴趣学 建议政府重税相关议题 给予家长们资源补助 还有长远教育计划落实 目前台湾也有不少家长 会选择让孩子使用就学贷款 不仅减轻家中负担 同时也让孩子学会理财规划观念 未尝不是好事 的整个家庭的经济 可能因为这样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教育基金因人而异 不需要过多比较 但在通膨世代的浪潮下 苦的还是家长荷包 第一部新闻中等 蓝玉铭台北产保报道 随着家庭结构的改变 许多长者不再依附子女 当个自主老人 不过早朝健保时 依健保法的规定 又必须要依附子女 今年58岁姚建安医师 平常上班不是在医院门诊 就是在学校医学院授课教学 目前对她来说 虽然还没有到退休年纪 提前做好相关保险规划 就是不想让子女 未来有太大压力 希望退休后 能自己缴纳健保费 如果退休之后 可能我在健保的部分 我还是希望说 自己的方式来保险 因为要给小孩子 因为一般这时候 小孩子都在创业的一个阶段 通常我们以前 大概还有积蓄 我大概会用自己的方式 继续保 然后我的太太 大概也会用这样的方式 尽量让小孩子 不会增加太多的负担 说得明白 退休后不想依附在孩子名下 投保健康保险 想当有能力自主的年长者 如果这个退休的人 他觉得不希望造成小孩子的负担加大 他现在是不能选择的 因为他有小孩 就一定要小孩工作的 依亲去保他 那有没有可能修改法令 来让他也有选择 他可以选自己保 或者还是要给小孩 那边依亲去保 然后我想要不要修这个法 知识体大 对于未成年子女 父母具有义务 要为子女家保 同理 那么对于高龄退休的 这个没有工作的长者 他的子女也富有 为他的父母加入保险的义务 所以这个是在健保的设计 那当然如果没有子女者 或者是子女已经不在了 那么当然就符合我们在健保法里面的 第六类保险人的身份 可以到区公所来独立家保 依照目前全民健康保险法 65岁以上长者 如果配偶不幸过世 必须依附儿女来投保 如果儿女不投保的话 依法可以罚款3000到15000元不等 基本上在国人传统观念里 对于配偶过世以后 老人家大部分都是由儿女来抚养 这也是健保法的基本精神 不过这样子的观念 是否在健保实施30年后 还能够符合台湾现今的社会现况吗 值得思考 现在的抚养比在1995年健保开办的时候 是差不多11 可到了现在2024年的时候 已经高达28 这中间成长了将近三倍 意思的说 年轻人在抚养老人家的时候 都承担压力高达三倍以上 而展望未来少子化 以及高龄化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未来年轻人抚养长者的话 其实压力会越来越重 反过来看 现在很多的退休的长者 他本身经济能力可能还可以 不仅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更可以来负担保费 有公平性的问题 就是通常退休以后 收入减少只有退休金 他要缴的保费到第六类的话 可能是比当小孩的眷属来得低 如果他的小孩刚有工作 不见得谁比较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的是 要不要让这些退休的人呢 多一个选择 他可以决定 一定要跟着小孩保 还是他可以自己保 何况现在健保的收入 其实是有限的 很多地方甚至高龄长者的保费 甚至有优免 我想这个问题 也可以同时一起来思考 就是65岁的长者 他是给他一定的选择权 让他可以选择自己保障自己 年轻的时候工作到老人之后 不一定要依靠儿女 随着这个高龄社会的来临 还有高科技 那么健保也有遇到 财务上的一些挑战跟困难 那么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 让这个健保能够永续发展下去 目前健保法规定 民众退休后 应以眷属身份依附子女投保 但有许多年长者群求独立 自主 不想增加子女负担 想自行缴健保费 但涉及修法问题 独立纳保问题仍很复杂 还需要再多研议评估 TVBS新闻 陈如环 吴奎言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偷拍案不断发生影响范围 也扩大到校园甚至职场 请问有人吗 我要来做反针孔侦测 那现在目前就是没有任何的讯号是正常的 那我们就开始做巡检 用WiFi讯号探测器在校园内厕所进行防针孔偷拍 针测作业 那我们会在巡检的时候 针对比较容易放置的地点来做侦测 只要有心任何地方任何设备 都可以被用来藏力针孔摄像头 同时透过红外线技术 把灯光调按寻找可疑光点 第二步骤会用红外线来做一个镇测 镜头的镇测 那因为它会发出红色的光 那镜头的前端就会产生反光 如果有针孔镜头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logo这边或黑色的部分 比较容易长镜头 校方实际模拟演练提升校园安全 当前偷拍设备日新月异 许多体积校常伪装成各种日用品 目前北市276所学校 开学前全面完成反针孔侦测作业 教育局也要求各校 每月两次的巡检 并将设备升级 委托专专业厂商定期抽检 层层把关 三年内的设备 那要更新比较高等级的 那可以防堵现在的日新月异的设备 要请它纳到保全 来不定期的区域巡查 还有我们请专业厂商 来做不定期的抽查 那抽查呢 每月会抽查十所学校 一千间的厕所或林医设施 我们学校以我们学校为例子 那近年在今年的时候 我们有新购了两台 反针孔侦测器的设备 那我们包含那个设备可以进行 无线跟插记忆卡的针孔摄影机来做 反针孔侦测 日前北市某小学代理教师 涉入创意私房偷拍论坛案 让校园反针孔安全成为各界关注焦点 目前只有北市校园将反偷拍设备升级 但隔壁新北只有每月至少一次的固定 巡查机制 并没有设置及规划相关经费 议员和专家就呼吁教育部 应该主动协助各县市校园增设反偷拍器材 避免出现现市落差 一个学校它一只或两只的 这样的设置设备并不为过 对 因为在校园里面 真的防护儿少的安全 是我们校园学校的一个责任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器具是应该要有的 不管是教育部或者是县市的教育局 或者是企业厂商愿意支持赞助 我觉得都应该要大大的鼓励 常见的偷拍手法 包括透过记忆卡录影 无线网络传输及行动电话 由于手机具备高度的隐秘性 这样不易被察觉 几乎人人随身攜带 成为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偷拍工具 直接拿手机偷拍 例如说透过厕所的门缝 偷拍或者是在公共场所 或者是手梯的手梯上 利用这个行动电话偷拍 那个女生的群体风光等等 这是比较常见的 近年来校园偷拍事件平传 防治偷拍教育 不能仅靠口头宣传 立新基金会认为 应结合实际场景演练 指导学生观察 可能安装偷拍装置的常见位置 尤其当前数位性别暴力案件数不断攀升 犯罪者将性私密影像转发分享在网路上扩散 一旦发现影像外流 第一时间记得保留证据并且报警 以前我们有性影像处理中心 这是由卫福部来委托民间机构设置的 那性影像处理中心 它会跟很多的网路平台 网路业者他们有合作或有联系 那当有性影像曝光在这些社群平台之上的时候 那他们就可以协助要求业者 去做一个移除或下架 那甚至可以保留证据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去向警方做报案 偷拍案件不断发生 影响范围也从公共厕所扩大至校园 甚至职场 在各种摄影头和偷窥装置的监视下 善用科技工具检测隐藏设备 提升自我保护意识 TVBS新闻 徐昏山李国阵刘彦宣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